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台执行时被突然冲进来的小货车撞击倒地 经送医急救人伤重不治 家属重粉现场进行招魂仪式 所内同仁列队鞠躬送别 场面令人鼻酸 难掩悲痛的情绪 远景苏玉宏派出所同事 分局同仁 情绪在巴督派出所前 列队向苏玉宏致敬 所长更是情绪崩溃 玉宏请务结束 苏玉宏一路滑走 苏玉宏的家属 一号前往巴督派出所招魂 家属也面痛哭 哭到腿软需要远景参拂 远景们也拎着雨 见礼泪别同袍 但是他在我们派出所都是尽心经理 对于各项案件都会协助办理 尤其像之前一些埋伏通计犯 我都会带他去 因为他现场临场表现真的是还不错 对啊 今天真的 发生这种事情真的很遗憾 他也是在直判台真的很认真在工作 只是他就遇到这种事情 我们真的也很难过 身体是只有多处的挫伤擦伤还有撕裂伤 然后经过急救了四十余分钟 很遗憾的还是没有回复自发性的循环 所以大概在十一点十几分的时候 就在医院宣告死亡了 然后另外一位女性的24岁病患 伤势相对较轻微 大概就是一些肢体还有头部的挫杀伤 然后在医院经过检查伤口患药以后 已经病患已经出院回家休息了 年仅24岁的舒玉宏 29号执勤深夜 遭到34岁减性嫌犯 开车冲撞派入所 造成不幸身亡 经过警方调查发现 检性嫌犯在冲撞派出所前 已经在台六四二线西巷16K处 先追撞一辆重机 造成38岁流姓的巡路员伤重不治 在瑞芳区台六四二线16.6K处 流姓巡路员驾驶巡逻机车 沿六四二线往基隆方向行驶 遭后方小货车追撞 造成流民沿路边坡受伤 经由监护车送往基隆长坑 就于不治 经本分局连夜调查及比对机阵 本让简性驾驶张车后 疑似于台六四二线撞击机车 跌落边坡致死 往基隆方向逃逸 照片中的38岁流姓巡路员相当阳光 二二九日晚间 在台六四二线遭到小货车撞飞 经过新北 瑞芳分局 连夜比对 造成小货车和冲撞派出所的车 都是同一辆车 检察官会同家属到医院相宴 家属神情哀戚 算了不用了 希望他妈妈应该也是很像我们一样辛苦 他儿子自己也被货车撞死了 但昨天你们第一时间接到消息的时候 来到现场你们当时状况 你们是知道怎么样的状况 警察是跟我说他昏迷 我那时候还想开车来的时候 我还想说可不要 千万不要说白法人送黑环来 没想到还真的是白法人送黑环来 警方调查 解信嫌犯29号先在奥迪偷走货车 一路在台六四二线上狂飙 先撞死了巡路员之后 接着在冲撞派出所 存起事件造成两人无辜身亡 而简性男子自己在逃跑过程中 也被火车撞死 白法人送黑法人 令人不胜唏嘘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而在这起悲剧事后 八堵分住所紧急设置暂时性防众石吨 未来将改为固定式 市长谢国良前往未为分住所同仁时指出 希望警察局针对也有类似地形的 像是正兵派出所 也可以进行防众石吨的设置 遭到货车冲撞 造成一死一伤的八堵分住所 现场已经清理完毕 值班台后方还有民众送来的鲜花 悼念不幸身亡的书信远警 八堵分住所前 新设置一个水泥防撞10吨 重达2吨重 上面写着禁止跨越 本分局八堵分住所 29日晚间发生 蓄意驾车冲撞 造成远警不幸伤亡之案件 那基隆市警察自由会理事长张敏斌 那立即调派公班 那以吊车吊挂两吨重的水泥10吨 那当晚21持许 那至于八堵分住所的门口 那作为安全阻挡之用 使同仁安心 警察局二分局正兵派出所也有类似的地形 要求警察局做好主角设备 电动式的 也有一些就是譬如说他钻进去 下床 下床 拉起来 对 对 对 他有各式 我们是因为我们的 那个 怎么讲我们的那种 我们的传统 我们的事案社会不就没有 没有 对 对 对 那这个其实 你会觉得现在这样很丑 其实 稍微 彩绘一下 或者是稍微就是 暂时性的 对对对 也不会 跟你说暂时性 你说要固定下来 那固定设施要怎么办 我们现在研究可能两种方式 一种是在这边 就是 把它那个 汽车可以冲撞的那个面积 控管柱 然后在里面是花台或者是钢装 因为这只是走刃 对啊 其实一个这样就不会有 大部分也不会有这样的 那市政府将全力的支持 增加安全阻隔设施 保护远景的执行安全 那基隆市警察局并以全面检视各驻地安全 那将朝装设两根摸制型高强度钢管之方向 尽速装置安全阻隔设施 确保远景执行安全 而整起事件在天一名受害者 死者刘迅巡路员是金融市民 市长谢国良特别前往慰问家属 表达不舍和难过 并指示市府全力协助家属处理善后 让死者可以安息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金融市政府举行消防局新任局长交接宣示典礼 由副市长邱佩玲主持及监视 金融市新任消防局长交接 副市长邱佩玲担任兼交员 新任局长由台北市副局长尤嘉宜接任 他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有25年的经历 然后是7个不同的位置 对于金融市政府来说 这么好的条件 我们觉得非常开心 那当然消防局在我们历任的局长的努力 跟我们代理的翁局长的努力之下 其实已经非常的完整也非常的棒 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很好的生力军在进来 一起守护我们金融的安全 那是我们大家的骄傲 新任金融市消防局长尤嘉宜 拥有台湾大学土木研究所博士 及中央警察大学消防科学研究所硕士 学建立丰富 也曾经参与许多重大火灾及灾害救助工作 我当然希望说 因为我之前在中央还有在台北市 待过总共32年的时间 那其中有25年是在台北市政府消防局 那我在消防局担任过 说真的说待了17个职务 那很多科室我都历练过 所以我当然想说 既然台北市是培养我出来的地方 那目前我来到了基隆 我也希望能够带领基隆的消防团队 让我们的市民能够 最主要还是要更安全 然后更平安 新任消防局长上任 尤嘉应席的长官部署同事 都特别前来道贺献上祝福 我对他印象太棒了 尤其是游局长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学弟 而且拥有台大的一个博士 过去他在台北市府的那个期间 很多的同仁和同事都对他非常赞予有加 所以我对他也是打分数也是100分 其实以往台北市在全国的消防都是领头羊的角色 所以有很多的措施 其实都是全国都会来相继的来模仿或者是学习 那我觉得基隆当然原本这个地方 他有他在地的特色 那我们也希望 他们之前的消防也做得非常的不错 那我希望在这个不错的基础下 能够再更进进的地方 那这样当然是最好 整场交接典礼简单隆重 副市长邱佩玲取取消防同仁 在新任局长领导下 消防局同仁能够勇于挑战 齐心守护市民财产安全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2月29号下午发生一起公车司机突然昏迷的事件 开R86公车的成型驾驶 在行驶途中发觉身体不适 设法把车辆停扣在七堵大华桥附近的路边后昏倒 无乘客受伤 行车记录器画面中可以看到 开R86的公车司机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他用尽力气把车开到路边停好后就昏倒 车上的乘客都平安无事 司机也被送医治疗 当时驾驶身体状况觉得不适的时候 就赶快紧急把车停在路边 然后撑到最后一刻 车子停好之后才晕倒 后来乘客发现说车子怎么没有在动的时候 前去查看 发现司机已经昏倒在驾驶座上面 赶快通报119警方跟消防队到场处理 然后就送医急救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长谢国良 针对东外生产事件 向地检署进行详细说明 希望还给市府一个公道 谢市长 交通处王处长 经检察官询问后均先行请回 基隆市长谢国良在记者会中表示 非常乐意配合调查 让各界更加了解 东岸商场的产权是属于基隆市政府所有 我将亲自针对基隆地检署的一个他字案 有关于东岸商场的部分 前往地检署亲自说明 所谓他字案的定义呢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是否有特定人士涉嫌犯罪上不明确的一个分案方式 那么我猜想是因为主副公司有提告地检署依相关规定分案 我们非常乐意接受配合调查 我相信在调查过后 检察官一定能够还原真相 也希望能够还给基隆市政府一个公道 我想要再次来强调东岸商场的全部产权属于基隆市政府所有 各位可能不知道 这块地是民国八十九年市政府以八亿四千万买来的国有地 土地所有权人 起造人都是基隆市政府 在先前市府与大日公司的OT合约精神也当中有规定 2月1号就可以将营运权完全移转回来 合约中也有清楚的载明 合约到齐后市府可以进行的收回资产 我们是依照跟大日的合约精神 在2月1号针对公共区域 我跟大家报告我们针对公共区域的部分进行资产的收回 完全没有进入到私人的空间 除了维护新合约的一个稳定 取回中控市以及公共设施 也是为了保护消费者跟市民朋友的安全 公共安全是最重要的考量 主妇跟市府也没有任何的合约以及采购关系 而且呢发言人之前已经说明过了 本案是由交通处主动提出需求 警察局给予行政协助 今天因为这个他治案 我要代表基隆市政府到地检署说明 我们非常愿意全力配合 并且也要让检察官了解我们是依法有据 依照合约执行公务 取回市政府以及市民朋友的资产 不会让政府的产权落到私人的手中 谢果良最后也说明他治案的定义 及是否有特定人涉嫌犯罪 上不明确的分案方式 因为主妇公司有提告 地检署依相关规定分案 他会代表基隆市政府到地检署说明 也会全力配合 让检察官了解市政府是依法有据 执行公务 取回市民朋友的资产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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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慈云寺 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祭孔大连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 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慈云寺艺文活动 3月2号举行颁奖祭闭目典礼 祭出丰厚的前三名奖金 鼓励孩子发挥创意 展现艺文才华 拿到慈云寺所举办的 书法绘画比赛奖项 孩子们兴奋极了 第一次得奖 就是觉得非常荣幸 也非常开心 投入创作 画出慈云寺的地方特色 今年的得奖作品 直接在一楼广场旁展示 融合在地慈悲精神的 书画得奖作品 献了许多民众驻足欣赏 每年都吸引进千位 学子报名参赛 奖金也很丰富 每年我们在 那个评审老师来评审 我也在旁边看 真的是 不晓得选择 怎么选择 都写得很好 画得很好 难免有一丝之汗 希望学生更加努力 明年来拿个前三名 高中组第一名 就可以获得八千元 寄出高额奖金 就是鼓励孩子发挥创意 很开心能够带小朋友 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他们可以在这个活动里面 不只是看到庙宇的美 然后呢 也能在艺文方面 有很多的发现 然后就非常感谢 庙方可以办这样的活动 而且每一年都是这样子的 让学生 然后从幼儿园 国小 国中 高中 通通都有机会 能够有这样的舞台 展现自己的能力 今天我们也看到 这边有很多得奖的佳作 尤其是像我们高中生的 我们刚刚还在讨论说 这些高中组的作品 完完全全可以跟一般成年人的 艺术家 绘画家来去做比拼 总共八十位的得奖者 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相信也会对我们地方上 对基隆士栽培更多更好的人才 看到这么多优秀的书法 跟我们的画作的作品 那看到这些小朋友呢 他们的文化艺术涵养非常的高 这种三星一举文化的 一个传承的活动 延续下去 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学者们 大家尽量来参与这种活动 增加自己的一个艺文的一个气息 开心的拍下一张张合照 为荣年的元宵艺文活动 画下完美的句点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根据研究 全台已经有超过32万名失智者 未来每年将以1万名的速度增加 卫生局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特地邀请基隆各失智照顾据点 参加民间机构所举办的 轻度失智者与照顾者生活形态 再设计的课程 推广如何照顾失智者的相关知识 总子教师们上台分享自己设计的 照顾者与失智者生活形态 在设计的课程和内容 这是由财团法人天主教 失智老人社会福利基金会 跟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主办 在基隆市举办的轻度失智者 与照顾者生活形态 在设计的课程 全台湾只有三场 其中一场在基隆 课程内容在教导 照顾失智者的照顾者们 例如夫妻或是失智据点的工作人员 避免照顾者因为长期的日常生活形态 也和失智者一样没有变化 最后也变成了失智者 你知道有四对夫妻来上课 总共12个学员对不对 然后有四对夫妻 有一个先生认知功能 还不错我照顾他失智的太太 另外三对啊 都是太太照顾先生 然后他们就跟我分享说 主任我照顾我这个先生失智 我照顾得很累很累这样 然后结果工作人员通通跟我说 主任 其实他们自己是失智 夫妻一起生活对不对 你照顾另外一个 其实自己快要差不多了 因为夫妻没有基因的关系嘛 有基因生下来小孩就有问题对不对 生活 一起吃饭吃了四五十年 一起睡觉 一起运动 这个大概生活习惯都差不多 所以一个失智期 另外一个风险很高 所以后来我们就认为了 这个课不能只有失智者来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还有家属 家庭照顾者一起 也退化成为失智者 现在很多的制造中心 据点有很多的模组在执行 很好 身体功能都会变好 因为大家都在运动 可是认知功能其实是在退步的 所以其实我们很担心 很焦虑的问题在这里 在失智的分数可以 认知功能可以改善 然后大家因为都在第一现场 所以知道我们照顾的长辈 其中一个是认知功能 另外就是 忧郁的分数会下降 那甚至对照顾者的自我效能 也会得到提升 那这几个其实就是我们 重视的几块 如果能够让 他有那个吗 没有那个吗 没有那个吗 他的抬头 进行入失智的状态 然后也让照顾者 可以在照顾的过程中 把自己长辈跟自己都照顾好 而且知道什么照顾好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课程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多宇 在副议长杨秀玉的牵线下 基隆市和乐狮子会 特地捐赠了12个散架 及144支雨伞 给第三分局使用 服务洽工民众与远景 警民一家亲 基隆市多宇 为了协助第三分局 服务到三分局 以及辖下7个派出所 洽工的民众和远景 在基隆市议会副议长 杨秀玉牵线下 基隆市和乐狮子会 特地捐赠12个散架 以及144支的雨伞 给第三分局使用 也获得三分局由衷的感谢 因为是7度人 然后又是爸爸本身 又是在民房的第三中队 中队长做了20几年 那现在呢 我就秉着服务的精神 要回馈社区 所以说我想说 警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 人民保姆很辛苦 所以我觉得我想 很多民众来洽工 怕他们没有雨伞可以用 所以给他们一把 爱心伞可以遮风避雨 那因为我们去年 我们的前任会长 他有一个想法 就做这个散架 那我觉得这个散架真的很好 因为可以让雨伞有一个放置的地方 然后就也不会因为下雨滴水 然后造成地面湿滑 然后造成危险 市职会的宗旨就是造福社会嘛 服务群众嘛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 谢市长也是我们这个 和乐市职会的 那我知道说和乐市职会是 和乐市职会是宜兰花莲 包括这个台东 也是这个就是 这个和乐市职会算是最大会的 所以我们大概人数有多少快一百个 现在目前是九十二位 九十二位 那团结力量大 所以这个力量可想而知 那非常谢谢我们这个和乐市职会 他们的发心 因为基隆是一个多雨的城市 那这个散架 就是让我们这个雨伞好摆放嘛 也不会这样湿湿答答的 那谢谢你们 也谢谢我们这个和乐市职会 所有的这些会员 我想这个大家做事默默的付出 那由我们这个会长来代表 感恩你们谢谢 我刚副议长有提到 多雨的城市相当实用 尤其在我们民众来 我们派所洽工啊 或是说有事情 来地零我们这边 来做一些地方上 自然交通 做一些意见交换 那如果遇到下雨 非常地实用 让民众有更多的一些安全的空间 好 和乐和乐和乐 赞赞赞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道 东信国小师生 参访中家宽平吉隆 并录制主播与节目 介绍基隆特色景点美食及学校 挑战落口令 检视自己的唇指位置 让发音更准确 东信国小学生参访中家宽平吉隆 了解节目制作的流程 并坐上主播台 来介绍基隆美食 李湖饼店 阿本烧麦 阿华炒麵 顶鞭醋 营养三明治 伊隆连珍糕饼店的大甲芋泥球 东信小主播们轮番上阵 说的一口好菜 还有学生组队挑战录制座谈节目 从基隆好玩的景点 到最后介绍学校 庙口不仅是在基隆最出名的景点 也有许多从外地而来 回到庙口逛一逛 学生们有备而来 体验录制过程顺利 也有了第一次进棚的新体验 今天非常的开心有这个机会 能够来到中家吉隆 让我们的小朋友 有机会进到摄影棚 体验小主播 那种播报的感觉 让他们能够很有自信的 展现自己的幽默 风趣跟口条 那在媒体试图方面 能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跟了解 相信对于未来 他们的人生的发展 跟学业的进步 一定都会很有帮助 从论式摄影棚到自信表达 学生在镜头前 克服紧张 侃侃而谈 我觉得我在这边最大的收获 就是我学到了很多 可以让自己 发音变得标准的事情 并且呢 我一开始原本很紧张 但是经过上过课 我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了 一开始口齿不轻 现在变成口齿欣欣 也感谢这边的戴姐姐跟戴哥哥 这次让我体验到 坐在主播台上面是什么感觉 是一种非常新奇的体验 谢谢吉隆电视呢 给我们这个机会呢 让我们东信国小 6048 很有荣耀的呢 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来这边呢 让孩子们呢 学到了许多的 是如何的现场的录影 以及主播 把握录制节目的机会 孩子们增加媒体素养的能力 对媒体工作有更深入的认识 或许将来 会成为优秀的媒体工作者哦 中家全远在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